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在我们的电视广告当中 明星代员人都是拿起饮料直接喝的 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这种行为就再正常不过了 因为饮料瓶往往都封得很实 有时候需要用力才拧得开 这种情况之下 细菌进入到进口的可能性很少 但是为什么竟然有网友就说 它的进口有一大堆的细菌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帖是怎么说的 这位微博网友就说 饮料瓶的瓶口出现霉边 细菌超标等现象更加是不断 拧开个瓶盖之后对人口直接喝 相当于拿一年不用的碗快来吃饭 这个节一出 很多网友都惊讶不已 随后就议论纷纷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 我听一个喝了十几年的朋友说 知道里面那些液体细菌不超标 怎么装伤怎么装罐没人理的 太恐怕了 之前我一直以为没开过瓶盖好均潔 没可能的 请问吴蜜蜂的液体 为什么不会撒出来呢 没错了 网友是众说风云 有人就表示很担心 有人就很理性地质疑 不知道我们各位街坊的意见又是怎样的呢 经过现场采访 我们就发现有些街坊会到瓶口进行清洁 有一些就直接饮用 并不会太在意 而且对于蜜蜂的瓶口存在细菌的问题 大家的看法也都不太一样 一般我们饮饮料都是紧贴着瓶口直接饮监 如果瓶口真的存在细菌 那我们经常接触的饮料 就会变成伤害我们健康的敌人 到底事实会是怎样的呢 我们继续调查下去了 首先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调查完从商店里面 买来三支开盖就可以直接饮用的饮料 可以见到他们全部都是使用网友蜂口瓶盖 而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瓶盖有点不同 一号饮料瓶盖比二号饮这个瓶盖要大一点 三号就是这种金属性的瓶口 这些饮料都是密封 拧都拧不住 那到底它的瓶口有没有细菌呢 我们马上送去专业机构检测一下 细菌检测的结果要24个小时之后才出来 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小实验 来直观地检验一下饮料瓶的密封性 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支和之前做实验一样的饮料 还有一大盆墨水 这一次实验的目的就是 将三支未开过盖的饮料放在墨水里面 一分钟之后看看墨水会不会污染到瓶口里面 我们现在将桌面上的三支饮料放在墨水里面 一分钟过去了 调查完将饮料从墨水里面拿出来 将饮料外面的麦汁抹干 到底这些饮料可不可以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现在先打开1号的饮料 看看里面有什么灵状 我们看到里面 墨水已经进入到里面的瓶盖 但是饮料就没事 然后看看里面 再次放入这里 2号同样 大家想要我没有看到 里面的瓶盖 一样是有墨水进入里面的 那这边的饮料 是没事的 这边的饮料 亦是没事的 咦 这个瓶盖 虽然是金属性的 但是里面 依然是有墨水浸入裡面的 你看看 經過實驗我們都可以知道 這些看上去墨風的瓶蓋 並非是天衣無縫的 這個時候另外一個問題就出來了 這些縫隙到底有多大呢 為了實驗的嚴謹性 我決定刨根到底 嘩嘩嘩 調查員 你為甚麼辣刀 不至於是吧 居然還拿出一支這麼大的飲料 咦 為甚麼還要掘索料蓋 莫非你跟它有很大仇口 大家不用怕 我剛才只做了一個實驗 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經把瓶蓋一方為二 為甚麼要把它分成兩半呢 大家看著 我現在就把一半壓下去 我們可以看到有胸骨 我們現在就把這支針伸進去 這支針居然可以很輕易地伸進去 可想而知 這個螺旋瓶蓋和瓶口之間 其實有不小的胸骨 那這些胸骨會不會導致細菌入侵呢 我們還是去看看檢測結果 一天之後我們的細菌檢測結果出來了 一號未開封的咖啡飲料瓶口沒有細菌 二號未開封的乳酸飲料瓶口有兩個細菌菌 三號未開封的鐵蓋的飲料瓶口也沒有細菌 從結果看來 並非所有的飲料瓶口都被細菌污染 不知道專家又怎麼看這個問題呢 我們知道現在的飲料瓶結構都是螺旋瓶裝的 它不是不透風 但是在正常的情況下 這種結構已經滿足飲料的衛生保證需求 所以一般不會存在所 或者未開封飲料就會有細菌走進去的情況 如果真的存在的話 都是個別的而已 可能是飲料在轉運和儲存的過程中出了問題 沒錯 專家說到的這個飲料瓶口結構 被細菌入侵創造了可乘斯基 既然是螺旋結構的瓶口不夠密實 那麼其他形式的瓶口又是怎樣的呢 於是調查員就找來另外兩種的飲料 它們的瓶口有什麼不同 大家可以看到桌面上這兩種飲料 它們都是不同的瓶蓋 首先看一下第一支的汽水 它是鐵蓋 但是跟之前不一樣 它是沒有螺旋結構的瓶蓋 好 我們先放回 調查員就將未開封的汽水和茶飲料 再接放入蜜汁裡面 看看蜜汁會不會滲進去進口 好了 一分鐘過了 我們現在將兩支飲料 瞜一下看看 好 我已經將表面上的蜜汁清洗乾淨了 我們現在打開瓶蓋 看看這個蜜汁有沒有進入裡面的瓶蓋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第二支汽水 這支汽水的外表已經被我清洗乾淨了 而且瓶蓋已經被我打開了 我們看到裡面這個蜜汁同樣是沒有進入裡面的瓶蓋 你說的那種汽水是採用蔥鴨瓶蓋 它比羅文旋蓋更方便安裝 另外 汽水一次性打開之後 喝完的比較多 無需有一個可以重新領景的瓶蓋 至於那種茶飲料 它雖然都是螺旋 但是它在外面增加了一層塑料膜 它的蜜蜂性自然更加之好 至於為什麼採用這種包裝 都是廠家針對不同的飲料做出的處理 廚家補充說 飲料照保證它是蜜蜂 而即是符合國家衛生標準 就可以出廠銷售 至於每一種飲料的具體包裝 國家就並沒有硬性規定 我們前面就說到 開了蜂的飲料 就存在著細菌的困擾 如果沒有開蜂的飲料 會不會有細菌的污染呢? 如果有的話 又是怎樣的一個情況呢?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繼續調查下去 我們經常買的飲料當中 一般是250毫升容量 小極都有百多毫升 因此買回來之後 不可以馬上喝光 所以大家都會放置一段時間 等口渴之後再喝一分 到底大家平時買的飲料 多久之後會喝光呢? 我們先來現場採訪一下街坊 一般的話 一箱子喝完 如果喝不完的話 也不要了吧 半小時這樣吧? 兩三個小時以內 肯定喝完了 大概 反正立馬吧 我可以說 到底飲料開蓋之後 多久喝完才是最好的 我們繼續調查下去吧 沒錯 除非十分之口渴 如果不是 我們不會馬上喝完這些飲料 如果放了一段時間的飲料 他們的細菌含量會不會增加呢? 口說無憑 我們先繼續做實驗 然後再說 第一個檯片上 已經放了三支飲料 他們共同點 都是同一種飲料 只不過放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一號的飲料是放了一個小時 二號的飲料是放了五小時 而三號的飲料是放了二十四小時 我們知道這些飲料 飲過之後要重新領回蓋根 不知道進口有沒有細菌呢? 我們馬上送去檢查一下 結果出來 一號放置了一個小時的飲料瓶口 含有六百個細菌菌浪 二號放置了五小時的飲料瓶口 含有一千八百個細菌菌浪 三號放置了二十四小時的飲料瓶口 含有六萬一千個細菌菌浪 為什麼領上進口的塑料瓶裡的瓶口 會受到細菌污染呢? 它的來源又在哪裡? 我們一起來專診一下專家的意見 因為它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空氣中無所不在 到處都是微生物 因為我們把蘋果禁開之後 肯定會有一定的概率 微生物會掉進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因為你這個同樣品禁開之後 和口腔接觸之後 每口腔其實是相當大量的微生物 一旦和口腔接觸 那麼你的口腔的微生物 會殘留在你的瓶蓋上 上面說到 未開封的飲料瓶內部瓶口 是有極個別 會遭到細菌感要感 所以一般儲存得到的話 保質期可以去到十二到十八個月 但是通過檢測發現 三瓶飲過再領回個蓋具 飲料就遭到細菌的污染 那麼我們開蓋之後 飲料應該多久之內 飲完才是最好的呢 原則上角質越快越好 因為你的微生物 因為飲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良好的 微生物的環境 那麼微生物開始自生之後 對於這個健康的產生會很響 所以說我們打開蓋子 蓋子之後 盡快地把它營養完畢 而尤其是對於那些 類似於營養快線的這種 蛋白質蛋白的營養來說 可以用的時間更加有縮短 因為蛋白質的那個東西 非常適合於微生物的自生 沒錯了 專家補充說 為了保證大家的口味和健康需求 飲料最好在開蓋之後 5個小時內飲用 至於放置3天以上的飲料 大家就不要再飲了 另外如果大家擔心 飲料的屏口細菌問題 可以採取以下方法 第一點 打開飲料瓶蓋之後 先指細底下屏口周圍 或者飲料蓋上面是不是乾淨 最好用乾淨的紙巾 在屏口那裡抹一次再飲 第二點 最方便的辦法就是 借用吸管去飲飲料 第三點 如果在家裏 大家可以把飲料 都在乾淨的杯裡面喝 沒錯了 我們之前就說到 這個飲料瓶蓋 是存在著細菌污染的風險 它是肉眼看不到 而且是一種比較隱性的風險 但是最近街坊跟我們說 網上就流傳了一則 飲料爆炸傷人的事件 飲料爆炸 聽起來身體的威脅 比較大 而且是比較外在 為什麼這個微微解渴的飲料 會對我們進行攻擊 真是很離奇 我們看看發生什麼事 最近 杭州一位年輕的媽媽 在家裏打開了一瓶 喝過之後的飲料 居然發生了飲料瓶爆炸 所幸在隔離的小朋友 急急就沒有受傷 但捷哥今晚的徐阿姨 就沒有那麼好運 她將未喝完的飲料 再一次打開枕 蘋果突然飛出來 直接炸到徐阿姨的右眼 隨後彈到另一個房間 這麼大的衝擊力 導致她的眼球嚴重受瘡 以上的新聞還不算 最誇張的是台灣 宜蘭的警局發生爆炸 內部建築受損 警員一番查探 發現爆炸的原兇 居然是一瓶果汁飲料 一瓶細細的飲料 不單止導致市民眼球受傷 居然還毀壞了一棟建築 到底這個是不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到底是什麼原因 激發了這些飲料的力量 我們將飲料 放在太陽下暴散 它又會不會爆炸 一瓶飲料居然破壞了一棟建築 太誇張了吧 我就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 不知道我們的街坊 又有什麼看法呢 這樣子嗎 我不知道 我沒試過 可能有吧 我也不知道 什麼原理 沒試過的情況 因為我很少在太陽底下喝 沒開封的話 應該會爆炸的 那這麼一般的 不會 街坊們大多數都沒有聽說過 這樣一件事 到底飲料屏在太陽下曬下 會不會爆炸呢 就讓我們繼續調查下去 正當嚴嚴夏日的時候 走在街上 格外嚴熱 大家就會買一瓶飲料 喝幾口 如果還沒喝完的話 就會放在包包裡 繼續趕路 這個時候走在路上的人 滿足了新聞所說的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飲過的飲料 第二個就是經受太陽曝曬 所以我決定做一個實驗 在食物之前 我們先來取養 現在真是烈日當空冷 室外的溫度高達三十幾度以上 走到大街上 發現很多人都拿著飲料趕路 調查員隨機採訪幾位路人 順便借他們飲過的飲料作為樣本 是這樣的 我看到你書包的袋旁邊 就是看到一支火鍋 是這樣的 你最近有沒有聽說過 喝過的飲料在太陽曝曬之後 會爆炸的這件事嗎 爆炸? 是的 在太陽底下會爆炸? 是的 沒有聽說過 沒有嗎? 那你願不願意跟我們做個實驗嗎 看看你這支火鍋 會不會爆炸的實驗 可以 聽起來挺有趣的 給你 不用… 你放回書包裡 這樣會比較真實的情景模仿 我要放回去 是的… 好的 謝謝你 那走吧 我們現在來到比較闊落的大天台 我們看到現在的太陽光線是挺猛烈的 我們現在開始實驗了 麻煩你可不可以把這個可樂給我呢?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熱心志願者的可樂 那它喝過一半的 而且呢 是背著走過一段路程 那我們呢 就把這個可樂放在桌面上 然後等它被太陽曬一個小時 一會兒再回來看看它會不會爆炸 好 走吧 我們先看看這個可樂瓶 哇 我們看到這個可樂瓶呢 完全是漲得非常之厲害的了 剛剛才爆平那一刻 我自己都嚇倒了 但是這個可樂為什麼會爆炸的呢? 我們還是先問問專家 包括一些碳酸類的飲料 充氣的飲料 比如說你的啤酒 比如說你的可樂可樂 甚至說現在市面上流行的很多 所謂的爆裹汁 就是充氣的那種飲料 那麼它裡面都是把那個二氧化碳器 高壓的二氧化碳器 打入到你的水位邊去 那麼呢 你這個東西在受熱的時候 那麼氣體膨脹 你氣體膨脹壓力很大 自然如果你超過了你的瓶子的承受能力之後 它肯定會爆炸 所以說呢 這本東西都是一些安置好的癮法 那麼我們盡量避免對於瓶氣的飲料 讓它在陽光下去爆炸 喝過的飲料呢 在太陽暴曬之後會爆炸的這件事嗎? 沒有啊 沒有聽說過 沒有聽說過 那麼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做個實驗呢? OK OK 沒問題 就是這樣的 看看你這支飲料會不會爆炸 OK OK 那謝謝你 好 謝謝 沒錯 可樂是炭酸飲料 那麼它的氣體就非常之多了 不知道其他飲料會不會爆炸呢? 在桌面上已經擺著兩支飲料的了 那麼一種就是乳酸飲料 另外一種就是果汁飲料 那麼這兩種飲料都是我從路人當中拿回來的 那麼它們的共同點都是被喝過的了 那麼接下來的時間我們看看它會不會爆炸 我們看看它會不會爆炸 在二十四個小時過去我們看到這兩支飲料都沒有出現過爆炸的現象 但是我們仔細觀察了 首先我們看到果汁那支飲料 它外面那一層紙已經脹爛了 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 然後我們看到它們的身體已經發脹得非常之厲害 不單止這個果汁飲料 旁邊這支乳酸飲料都是有發脹的現象 為什麼這個果汁和乳酸飲料都會發脹的呢? 我們一起去問一下專家 對於乳酸飲料來講也可能會存在這樣的情況 因為對一些微生物來講它的發酵會產生大量的氣體 產生氣體之後呢 在溫度一高跟剛才的碳酸飲料會產生一樣的效果 對於果汁飲料來講 如果說你的微生物進去之後 大量的粉質產生了發酵的效果 因為發酵之後呢 它也會產生氣體 那麼也有可能會存在這種爆炸的可能性 好了,上面跟大家講了很多有關飲料的問題 現在就跟大家總結一下 第一點,看植物不透風的飲料瓶口 其實都會有細菌入侵 大家打開飲料之後應該注意清潔瓶口 第二點,開蓋的飲料應該在五個小時內飲光 第三點,飲過的飲料不要放在高溫的環境下 尤其是各位開車的市民就要多加小心 好了,看到這裡 相信各位對於開蓋的飲料都有一定的認識 大家也不需要太擔心 只要在你喝飲料的時候 多注意清潔和及時飲用就可以了 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節目資訊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生活調查團的官方微信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